盧管部星期三发布的报告显示 8月通胀率降至2021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还比上涨0.2% 与杜瓊斯如期一致 这数据将过去12个月的通胀率降至2.5% 为2021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报告中指出尽管整体通胀率有所下降 但剔除食品和能源波动后的核心CPI仍高于预期 住房相关的成本 占核心CPI涨幅的70%左右 住房指数同比增长5.2% 食品价格紧上涨0.1% 而能源成本下降0.8% 目前市场对联储下星期会议降息25个基点 持乐观态度 Tinaos记者编辑报道 Tinaos记者编辑报道